Cindy Obama's favorite rest practicing Soul of Hawaii and East and East West Have you found how to source in Virginia? 有什么原材料在 Virginia是什么难找的 你做菜的 哪一个原材料最难找 代表的一种有什么 一般的一般的 一般的来说它是正经的中国的一种 一般的一种 像丝端的这个辣椒 丝端的那个花椒 还有中国的这个小草 这样的一种再不一样 当然 我们会从纽约 因为比较近了 从五六个市场上 蛮很大 所以当然 其他这些食材的 我们还是 本地的这种食材 所以因为它那个新鲜 所以那个方便 所以主要是 的辣椒是很难的 因为四川的辣椒 是非常辣椒 我们需要特别的辣椒 或者特别的辣椒 所以这种辣椒 在Virginia里面 我们必须 我们质量的辣椒 所以我们质量的辣椒 我们质量的辣椒 因為我們不能保持它新鮮,所以最主要是辣椒 所以,你的魚,我吃了你的魚,它是像雞蛋,我沒有吃肉 它是很蠻蠻的,很蠻蠻的,很蠻的,像雞蛋 你怎麼會這樣蠻蠻的? 你的山上那一圓,它就像雞蛋一樣,然後你做的一步 你的山上那部分的打錯了? 你首先用過這個,林鄉他們吃過了很多西山和華式的做法 中山的做法,他們沒過 我們現在把中山的烤魚放過,這個山上那個魚 肉子都奔成一個腿,我們嘴進了中國茶葉的味道 中國茶葉的味道,其實很簡單 他沒有吃過,可能也感覺,這個茶葉的不太一樣 所以我们昨天做一个主播的职业图 我们就要结合我们自身的特殊 把这个食材做成一个 跟家里回家做成一样 这么一个餐厅出来做 也很难为他 混合中国味道和美国的食材 食材,切割,食材,所有东西 所以在谷歌,你需要尽量的食材 所以你需要尽量和美国的食材 那么你也需要尽量尽的食材 和这种食材的食材 所以我认为你喜欢吃的食材 所以你也不需要吃的食材 你也不吃了什么 我不吃吃的食材 我认为我不吃吃食材 所以我认为你吃饭 很漂亮 對,非常美麗 我發現餐廳的食物是很好的餐廳 環境是很隨意的 很簡單 是有一個設計的地方 你會用白色的桌子 像是在紐約做的 或是你會一直保持很隨意的嗎 但是我們在鎮北的現場裝飾都還是非常隨意的 沒有什麼泰包裝 沒有人做過的 他說將來你會保持什麼樣的東西嗎 還是將來你會走高調 會把這個桌布也能上 然後把這個環境也很高檔 而是一看這個高檔的感覺 這個現代我們的白色尤拉 是一個比較高檔一點的 但是在原來的像這樣的一些餐廳 就是因為這個定位 我們就定位在這個方面 一個是跟著我們自己的管理 以及我們普世的水準 以及這個市場的特點 所以我們當時有的 大家加入我們的經濟史 是吧 都很柔軟的限制 所以我們只能定位在這個地方 那麼今天這個白色尤拉店 我們只能把我們現在的這個模式 有一個很大很大的提升 還有一方 有可能 可以走步走步的跟著我的經濟史 和我的管理堂裡的家鄉 我可以回那兒來 但是高檔的你的參與會不會很高檔 所以在這方面 對於Amsphere 當然他會明白 這不是很公平 因為現在 有很多原因 為什麼他站在這方面 非常稍微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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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管理堂 所以 他想要做得到正確 當他準備好 當他準備好 他想要高檔 更高 像Amsphere 和 櫃櫃 但 他會嘗試 在這方面 更高檔 所以 你會看到 他 告訴他 食物已經上升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現在 除了有另外一個 更興趣的一個點 我就想在一個 比較大的 都市場裡面 或者在一個比較 能夠比較近的 我還想 呈現出一個 一個特色的小店 也就是把中國的 國國地方的 特色 一個小店的形式 呈現出來 第二 讓更多的 有命中 特色的 有中國味道的 特色的食物 讓更多的 這也是我的目標 他也有新的目標 在市場 他想要 不要去上市場 他想要 吃東西 小的食物 去帶來 所有的 不同的地方 在中國 因為 中國是一個大陸 大陸 它是 非常 食物的味道 非常不同 對 所以 他想要帶來 那些 他想要想 想要做 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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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給你一個 一口 然後你可以 走回中國 那些大陸 那些大陸 美國 中國 非常大 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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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 比 有很多 所以乳酪是简直,简直是简直,大家可以煮乳酪,但是在中国有很多不同的味道,他只想要做那些,他只想要做那些。 哇! 所以這是很多工作, 交易商業的營養和保障藥, 因為你基本上是一種新的味道 美國… 我不是說視頻因為我在拍攝, 但美國食品… 有它幫助到中國的歷史在這個國家? regards to Chinese food, does that help having that foundation of Chinatown and everything in this country just as a base to help to have introduced Americans to Chinese food to begin with, or has that made it more difficult for you and your task harder to get your taste across? 看到它各种风味 跟它一起提供给大家的观众 那么对于这个来说 对你是不是来说是什么好事呢 对你帮助呢 还是你觉得这个其实是对整个的这个行业 对大家认识美国人认识 你才是正常政策是一个这样子的 这个呢其实在天台那里 在中国城里的发布城里面 在这参国的 借到各种发布的发布是放在这个中文身上 因为天台那里 毕竟是吧 别人发觉的还是中文 是不是 那个美国的朋友 其他国地的朋友们在那比较少 当然它这个是个家庭店的一个形式 家庭店的形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就是提升这个中国材料的什么样 没有多大的帮助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 以职业组织 以一个平台的这么一个形式 是吧 以一种比较强用 以这种观点的这么一个格式 能够把这个时间呈现出来 这样子才能够知道 对中国的材料 对这个市场的期待 才更加的符合 也更加的困惑 他说 他说中国的观众 你认识观众 可能是80%的 是中国人 因为他们要去那里 去找他们的东西 但是在谈论的 整个行政的行政 美国人认识观众 中国人的行政 他们不认识 因为在中国的地方 所有的餐厅 都在设计